跟各位介紹一下,因為我有在經營YouTube頻道 所以你點到這邊就可以進到我公開的YouTube頻道上面 那我的研習的資料原則上我都會公開 除非有一些特殊狀況的 或是有一些個人資料比較敏感的,我就沒有 那你看我們上個禮拜的在這邊 就是像這樣一段一段的 所以其實你說我不要用OneNote,我用這樣做教學行不行 也可以啊,這也是一種教學方法,對不對 反正現在大家都喜歡看影片嘛 不喜歡看很長的文字 那記得如果說你要幫老師整理教材的時候 因為這個就是我們現在跟我們做所謂的摩克斯是一樣的道理 影片的長度最好就是在5到15分鐘以內 就是一個主題 所以我只有這一段稍微長了一點 講了13分鐘 可以的話盡量都是在一個段落裡面 就在這個範圍裡面弄好會比較OK 事實上我在學校的我也有分講出來 只是我沒有這麼囂張放在這裡而已 我放在左手邊 因為學校的上課我也都有分 也有放出來在這裡 好,都放在這邊 那另外呢,我的課程的介紹 點過去你也可以看到 包括我們上課的所有的內容 事實上這也是一個教材啊 因為我們下下禮拜嘛 對吧,下下禮拜對不對 下下禮拜要介紹這一種 這一種是什麼 我可以順便廣告一下 Google的協作平台 但是這是傳統的 這是傳統的 那我的上課錄影片在這邊 所以以前的資料都在有沒有 我都是公開的 那現在呢,新的協作平台 我們下下禮拜要講的不是這一種 是另外一種新的 新的是用這個做的 因為現在新的要求怎麼樣 RWD適應不同的螢幕解析度跟行動裝置 所以當我這個畫面比較小的時候 有沒有網頁會自動調整 這樣了解吧 旧版的雖然勉勉強強也可以 但是沒有那麼好看 好,沒有那麼好看 所以會像這樣子 這個是我們下下禮拜要跟大家介紹 下下禮拜的是星光斑 好,OK 這個是跟同學簡單介紹一下我那邊的資料 所以你如果有興趣的 也可以從那邊去看 那我們在右手邊這裡呢 也有一個老師有幫教法中心做一個 我自己專屬的 哈哈哈哈 就因為之後我的課程會放這樣進來 所以你就從這邊 105上學期 去年的 在前年的 大前年的 那上面呢 都會有 就是我這邊也會放進來 好,所以你就會比較清楚看到 我們在中正這邊的 整個一個那個 教學 這樣OK嗎 可以啦 這是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的 這次 沒有就 你怎麼回到 你怎麼回到 你怎麼 Army